今天师父要给这批惠比亚非的温血码定个题 由于马儿最外面的指甲表层比较硬 所以师父先用锤子撬打的刮刀把提甲表面的指甲撬掉 然后再换成双刀把提甲底部三角叉的轮廓和凹槽修出来 接着再换成单刀把提甲底部和平整的地方刮平整 看这批温血只要一定体就会觉得嘴巴笑 然后师父又拿了钳子沿提甲边把多出来的指甲剪掉 再用错刀把马儿厚厚的提甲打磨平整 由于这批温血的提甲磨损的不严重 所以师父把旧的提甲钉子拔掉重新放进炉子里烧制 烧然后再拿出来打造一下形状 然后再把刚烧好的提甲放在马儿的提甲底部量一下 看大小是否合适 合适后放进凉水冷却定型 这批温血来自于荷兰 肩高1米8体重高达1300多斤 特点就是脚大 最后师父再用钉子把新的提甲固定在提甲底部 钉子都是从表面出来的 接着师父再用钳子把钉子剪掉 钉头压弯 再用钉刀把钉尖打磨光滑以防刮伤马腿 最后再给他擦上护体油 看我的新鞋亮不亮 好了 最后师父牵他在平地上跑一跑 看新鞋合不合脚 就可以带他回家吃草了